家如户晓 这个故事取自古代的一本名叫《列女转》的书 书中就记载了这个感人的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姓梁的女子 人称梁姑 她带着自己两个孩子 和她的哥哥一家人住在一起 有一天 哥哥和嫂嫂去了田地做事 梁姑就在家 独自照顾哥哥的一个儿子 和她自己的两个小朋友 当她在屋外的庭院洗衣服的时候 屋里面突然间着起了红红大火 烈火把三个小朋友围住在屋里面 情况十分危急 梁姑 稳不顾身地冲进屋里面 想先把哥哥的孩子救出来 但是因为屋里面浓烟滚滚 根本分不清 哪个小朋友才是自己的小侄儿 所以等到她把孩子抱出来一看 才发现原来救的是自己的儿子 这个时候 火势越来越猛了 想再进去救孩子的话 她自己都有生命危险 她急得有如热窝上的蚂蚁 随空大哭 心里面想 那怎么可以 如果我不将哥哥的孩子救出来 自己的孩子却得救了 这样一来 家家户户 不是都知道 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吗 那我以后再都没面 去面对我的哥哥和嫂嫂了 不行 即使冲进去会被烧死 我都要将自己的侄儿救出来 于是 她冒着生命危险 再一次冲进去 已经烧成火海的茅屋里面 结果 孩子 并没有被救出来 而她自己 也都被烧死了 后来 人们就用 家与户晓 来表示 一些人物 故事 或者是事情 每家每户都明白 人人都知道的意思